这种变严重可致死 会扰全球2.8亿人 却很容易被忽略 我自闭了今天安谋了如今 不少流行用语作为丧文化在网络中流传 但是长期自闭 心情低落可能就不是情绪问题 而是患有抑郁障碍了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北京回龙冠医院精神科医生吴雅学曾介绍 抑郁症通常指重性抑郁障碍 抑郁障碍也存在多种类型 并不是所有不开心 情绪低落都是抑郁症 去年9月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探索 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 就将老年人、青少年、孕产妇、高压职业 从业者都列入抑郁症高发的重点人群